到北檢案令提告 国民党北市委员钟小平 不满被自家人沾江村爆料 骚扰民众党员曾言杰 想也言不成 由爱宣恨吗 钟小平怒告诽谤罪 再绣手机截图喊冤自清 你为什么要收回 他这三者就是说 你继续攻击阿贝 我就要攻击你了 我们会请检察官还原 双方隔空开杠 将在法庭对簿公堂 但同样被夺命连环抠的 还有民众党议员黄敬 有同感的还有陈志涵 三天被狂抠进食通 更指控他假传圣旨 邓家鸡跟我讲的 我不听主任委员 我听你的你是谁 搞清楚这个词称跟高低好不好 呛呛呛搬出未接来反击 但钟小平得面对的还有他 被告的曾刚春在指控 钟小平邀各路金主 到喜来登参与募款餐会 但相关款项在监察院 却查不到是否有图例 开收据了怎么会没有 怎么没有开收据 对啊 有 喊话拿出证据再下新占帖 只要有证据是因为这个钟小平所提供 所以才让柯文哲去坐牢被判刑 那我就去台北市议会跪地两天 钟小平起门风道歉 党内同志隔空开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TVBS新闻花最新的年轩 台北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broader市民你 发现更新的年轻ew jung 周到 Nezries 能处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